这次我们谈谈终生制药 当然这段时间不是焦点 但其实连续两天都已经破顶了 今天上升到11.24的新高 之后升幅回顺一点 跟市场拖低一点 现在还可以靠稳定的 10.8.4 今天看高盛有份报告 唱好终生制药 而且目标价大幅升了43% 你看过数字不是很高 上升到11.6 今天的顶位其实都开始近 目标价的位置 但都可以看看原因有些什么 有几个主要因素 第一就是受惠于新药周期的贡献 未来两年的潜在利润增长可以加快 第二就是大量采购的部分关键药品 的降价风险都消除了 第三就是公司有充裕的手头现金 看到其实中生制药去年的顺利 本身不是说做得很好的 会大跌七成只剩27亿元人民币 主要是因为大量采购 有些药品中标 被逼要降价 未来八月的中期业绩 会不会担心这个影响继续下去呢 还是其实 其实好像高成的报告所说 大家都已经消化了这些消息 不再怕呢 如果单纯看大量采购这方面的消息来说 对药企的影响应该越来越小 第一轮的时候 大家不清楚它的情况 以及对于仿製药的价格影响有多大 现在来说其实大家都比较清楚了 反而这方面对于龙头的企业来说 其实是有利的 太阳流强的话 其实它们在市场的责贸率方面 其实是会有所增加的 所以中生其实都看不到 它近一两轮的大量采购的消息 影响它很大 反而就是直接攀升 似乎市场都会继续看好它的创新药方面的能力 以及管线等等这方面的因素多一些 如果这样说 未来 继续会还有第三轮大量采购 估计最快都会8月就会公布 如果这样听的话 会不会是未来对于龙头的影响会越来越小呢 可能当局都已经开始平衡到 就是药企和市场两边的利益 不要对那个药企造成太多的影响 因为似乎中标的药物 那个合资格的门栏调得越来越高 变成竞争相对就低了一些 就变成刚才你所说的 有些太阳流强的状况 但是它同时的范围又扩大了 即是未来8月的名单 现在市场正在看 应该会是涉及的药品批次会最多的一次 这方面有没有担心 我自己就不会太担心 因为如果看药企的话 其实大部分的药企都是由仿制药 这个模式转到一些创新药 即加强创新药方面的研发 以及管线的建立等等 这个方向似乎中生制药在这里做得不错 所以看到市场对于它的看法亦是比较正面 所以仿佛大量采购这方面的消息 其实对它来说应该打击的程度是越来越低的 反而大家都会看着它未来推出一些新药的时候 这些新药能够为它带来多少的收益呢 这个是关键的 而根据管理层的一些指引来说 其实它们有些新药都可以带来 新药的批发、新药的研发 它整条的管线都会很完整 以及持续性是可以比较强的 这方面对它来说 市场就不会太担心它这个政策上的风险 但是你觉得接下来 8月公布那份业绩的惊喜还在吗 如果股价已经是这样炒上来的话 连这些升幅都已经是5成在了 即是未来会不会有一个很高的盈利水平 才可以满足市场呢 如果这样说 如果刚才说的 都是一些中线一点的 长远一点的一个发展 短线来说 其实在第一季度 我们看到中生制药的盈利 或者收入其实都不是那么强劲 因为受到疫情的影响 那些药是卖给医院等等的地方 在疫情底下 其实医院去看症的那方面 其实都是少了 就是集中处理疫情 在第二季的时候 就叫做慢慢恢复 但是情况也未必说 真的可以有一个报复性的复苏 所以就第二季的盈利 或者收入的增长 其实都未必说真的很强 所以上半年来说 预计它的盈利的表现 都是叫做平稳 就不会有很大的惊喜 反而大家会看看到时 管理层对于创新药的那方面 有没有一些新的审批 以及新的申请 以及这些药是针对什么的疾病 这些疾病的前景 它的可能性是怎样的 所以这里反而更重要 当然现在的股价上 已经上到一些高位 股值上一些都比较便宜 可以这么说 大家都是看着 目前市场的气氛 就着这些医药来说 还是强的 所以它的股价似乎都比较硬 但是始终要留意 当业绩公布的盈利表现 并不是那么特别惊喜的话 其实那个和利回吐的压力 都会不小 特别是那个时候 但是中生除了看中层线的发展之外 还有一个挺有趣的概念 可能平时大家很少想 这件事放在他身上 就是一个收息的概念 我们现在都很少说 不敢提 经历完上半年 大家有些股份 不派息的情况之下 但是其实中生在蓝筹当中 是少有仍然坚持到 就是每季都派息的股份 另一个就是中电 当然它派息的金额不是很多 过去两年加起来 每年都有百仙 很稳定地派 另外一件事 就是它不时会有送红股的政策 而且不是one off 你看到它两三年会再送一次 151820都有送过 刚刚最新6月的二送一红股 已经过了户 如果这样看下去的话 虽然股价大涨了 你计算过Diffinning Yield 其实真的拖了下来 但是保持稳定派息 又会送红股 这件事会不会都是一样 值得大家保留着这股份的原因 我想当然是好 始终对于投资者来说 一个稳定的派息政策 其实也是很重要的 除了你说可以 慷慨一些派息多一些以外 其实一个稳定的派息 无论是季度息或是送红股的动作 也好 其实都是正面的 我们看到如果有些公司 持续都可以这样做 但突然间它不做 市场就会震荡比较低 所以换句话来说 中生也是一样 如果它之后不做 影响会大 但反过来 如果它做得更加多 例如派息方面派多一些 即是玫瑰度的派息 或者中期息又派多一些 其实市场对市场来说是一个惊喜 所以稳定的派息 和有惊喜的派息 其实都可以推动股价 但当然我觉得中生目前来说 到了这些位置的股值上 相对上比较高 它也要证明更加多 就是说它可以在未来 有一个持续的增长 和创新药的研发 或者管线要更加丰富 嗯 跟石药做了一个很快的比较 就是它们两个 都好像叮当码头 比较菜一样的两只蓝筹 硬是会有一年比较强一点 今年就是中生制药比较强一点 石药追落后的空间又大不大 我想都有 因为两者不应该有太大的差距 除非你说两者的创新药 其实是有差天共地的一个表现 但应该来说 石药在这方面 其实都是加快的步伐去做的 而创新药占收入的比重 也是越来越高的 我自己相信 石药其实是有空间可以追落后的 不应该说今年来说 没有什么特别的表现